嘿,大家好 我们这一节课呢,就继续上一节课 说的Memcache里面怎么配置 这里我写了一个文档 就是关于配置Jungle里面的Memcache 我这里也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说我们的 为什么要去配置这些蝗虫呢 是因为我们在访问一个Jungle网站的时候呢 它一个页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就是要经过一些,首先是数据库的查询 然后在Views里面呢,进行运算 还有呢,就是模板里面呢,要最终,呃,渲染出来 才得到最终的页面 那如果,呃,我们能把,呃 运算的结果呢,缓重起来的话呢 下次再有同样的请求呢 我们直接就返回这些结果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运算一遍 那速度呢,应该会得到提升 那就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呃,缓重的机制 当然Jungle里面呢,缓重的 有多种不同的缓重系统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一点呢,就是文件系统的缓重 就是说,你的计算的结果呢 是存在系统里面的某个文件里面 然后要用的时候呢,再去文件里面读出来 这是文件缓重 还有一种是数据库的缓重 就是说你的,呃,计算结果呢 是存到数据库里面 然后需要的时候去取出来 那我们今天说的Memcache是,其实是内存的缓重 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结果呢 是放在内存里面 然后呢,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去内存里面呢,取出来 那这种速度呢,是肯定是最快的 因为它没有经过 首先是没有经过数据库啊 或者是去读写文件啊 这一层,它直接就去内存里面取出来 但是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了 那就是它的,呃,数据呢 它放在内存里 如果你这时候服务器呢,死机了 或者,呃,服务器狼屏啊 这样,那你数据呢,肯定是会丢失的 所以我们用广重呢 你不能把,把广重当成是 一个长期的存储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讲一下 怎么开启Memcache 那首先呢,Memcache 呃,它是一个开源的库啦 它是依赖于 呃,一个叫 另外一个库叫Leap Event 所以呢,我们下面呢 就一步一步的来安装好 然后开启好,呃,Jingle的Memcache 然后,还是像原来一样 我们返回我们之前的配置的机器 那首先,当然就是先安装 它依赖的库啦 这里是Leap Event Leap Event 当然它下载的地址呢 我再写在文档里面 呃 这条命令 就是去 呃 Leap Event的官网下载 这个安装包回来 当然这条命令 我写在文档里面了 可以把它下载回来 当然它 这些安装包下载呢 其实挺慢的 所以我 我们呢 可以跳过下载 这一个步骤吧 大家反正就是按照这个命令 去下载回来 然后下载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解压 解压的命令 大家应该也清楚了啊 像这样解压出来之后呢 它就解压到一个目录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解压到目录之后呢 我们就进去要开始安装了 呃 按照的话呢 我们就 当然就是先config了 呃 大家呢 就在实际的实验里面呢 就是按照我的文档里面 这些步骤来做就可以了 当然你的 旁边的环境就是你用的也是centos 最好就是榜本也一致 这样会避免很多麻烦 那我们进来呢 就是要进行配置 这三条就是config make make install 都是通用的 那我们就下来就是make make install 这样呢 就算把leave events 呃 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还要装呃 因为我们本来的目的还是装memcache嘛 那我们就把这个也同样的就是 把这个memcache下载回来 当然 我们是最好是返回到downloads目录了 因为这里是专门放下载啊 下载的东西的 那这条命令呢 就是w也是一样wget 然后把它下载回来 下载回来呢 安装也是同样的步骤 这样把它解压 然后呢 就是 还是一样的 就是config 当然你这config后面呢 有 有一个参数叫 with loop event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依赖于这个酷的 大家就是按照这样来 来把它装上去 嗯 啊 解压我还没进去那个目录啊 那这样config然后就make make install那么就就把memcache安装好 当然我这里要提醒一下就是呃我现在是用管理员账号 你如果是不是管理员账号你你要加速s u2啊s u2啊我现在是管理员账号所以不用 就这样安装就这样安装 那么现在呃memcache 呃已经装好了 装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装一个连接器叫python memcache 这个东西呢安装比较简单啦 这个东西呢安装比较简单啦 它是可以用pip的包安装的 那我们直接就是pip install这个python 然后这样呢就已经安装好了 当然呃安装好之后呢我们需要来启动相应的服务 也就说我们的memcache这个安装完之后呢它只是一个可执行的文件 我们需要让它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呢这里你可以有一些参数啦 例如说指定是用哪个用户启动的呀 当然你这用户不一定是是管呃更更用户啊 那我我这里就是用更用户 然后这个-d呢意思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像服务一样来启动 -p呢就是启动在哪个端口 当然这个端口后面我们要用到的 一般默认的就是用这个端口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呃命令来启动memcache 这样 那启动之后呢我们想知道哎 这个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在系统里面有没有启动 那么就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有的他的pid是53344当你要停止它的话呢就是用q命令啊 直接53344 就直接53344 就这样就把它干掉了 但是我们这里呢有有点麻烦就是说那我不可能每次服务器我一启动呃我我我来启动的时候我我得手动来输入这个然后来启动这个服务啊 那呃呃比较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去修改一下启动文件吧 嗯 就说 修改一下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启动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是里面是每次系统启动 它会去执行一些命令 那我们把刚才这条命令呢 也就说这条命令 把它放进去 就可以了 就像这里 我刚才把它放进这里了 让这些用户啊 还有端口啊 你可以自己指定 我这里只是一种演示 那我现在就把 把这条命令放在这里 那下次呢 就是 系统呢 就我下次启动这个计算机 我就自动来执行这条命令 那现在我们的Memcache 这个服务已经启动了 那我们再看看Django这边需要做什么 那我们Django这边呢 是 主要是setting.py里面需要配置了 配置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因为Django里面有 有几种不同的航空系统 我们这里讲的Memcache 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我们这里呢 就需要告诉Django说 我们的 现在我们Django呢 要用的是内存的航空 不是把东西 航空在数据库 也不是文件系统 所以我们这里呢 要指定它的backend backend意思就是说 它的后端 后台 那backend呢 我们是需要把它 设置成这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 你这个 广虫 是放在哪里 广虫放在哪里呢 这里有两种 形式 一种呢 就是说你直接就 给它一张制服创 就是要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127.0.0.1 意思就是local host 就是本地 本地的 11211端口 就像我们刚才 启动的时候 指定的端口 这里是对应的 可以这样写 但我下面还注释掉了 两行 这里注释掉了 两行 这两行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弄成灰色 就是有可能 我们的广虫呢 觉得一台机器 就是一台机器 可能不够 我需要有多台的机器 来放不同的广虫 那你这里呢 就也可以用一个列表 来指定 我现在有多台机器 在提供缓虫的服务 那么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把注释去掉 它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这样看就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再继续往下加 有多台机器来提供 缓虫的服务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用一台机器就可以了 大家只要知道 如果有多台机器 是怎么配置的 那我们这里呢 是本地 本地的11211端口 OK 那我们就 接下来呢 就是需要编辑 我们的 Django底下的settings.py 那它默认的 Django默认的settings.py里面 并没有 给一个缓虫的那些配置 那我们就把刚才这一段 把它呢 放进来 放到database旁边 下面或者上面都可以 因为这两个 我们经常需要来改动它 那我刚才把它复制了进来 那你就把它账贴 账贴到这里 那它看起来应该像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它保存起来 贵出 那这样呢 我们就算 呃 配置好了服务器的 广虫 那我们 在这边 你重新启动一下 那其实像这样呢 我们就 呃 已经 已经配置好了 Django的这些 广虫 那具体的 呃 具体的 使用的过程中呢 我 我需要提醒 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 呃 呃 提升了并不多 并不是 意义很 意义并不是很大 那一般是用 用于规模比较中等啊 或者是比较大的 这些网站 访问比较多 要重复的 经常去重复计算一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它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种网站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要提醒同学们一点 就说 广虫呢 它只是一种 提升服务器性能的 途径之一 你不要觉得 哎 我现在 我 我 已经可以配置广虫了 反正它也就是 每次 计算出来 然后最后访回 个页面给你 这个页面广虫起来 下次你再访问呢 它又不会再找我这边计算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反正我这边 广虫做的好 我的里面代码呢 写的糟糕一点也没关系 效率比较低一点也没关系 其实这种想法呢 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 很清楚 就说广虫它只是一种 提升效率的途径之一 我们最关键的呢 还是我们本身内部那些代码呢 要优化的好 写的好 当然这些只是一种提醒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呢 Mem Cache 这些具体怎么配置啊 还有详细的步骤 我其实我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那大家回去呢 可以按照我这些步骤 然后自己去配置 那这一节课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呢 要讲一下数据库方面的东西 那大家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